7.1.2.悠悠每天吃的是什么? 初学了一些宠物营养学之后,从悠悠7个月左右就不再吃狗粮了,开始给她吃不加工或少加工的新鲜食物,开始主食丼干加熟自制的喂养。 主食丼干因为没有大量淀粉的添加,所以狗狗的吸收会变好,不会吃完就拉,大便也少,大便几乎没有什么味道,低脂的丼干也能减少眼泪的分泌,不容易有泪痕。 悠悠长期在吃的主食丼干就是这款生生不息,有鸭、兔、猪三种口味,她家主食丼干就是每批都会送茧,禅食官拿到丼干也会附带检测报告,主要就是以低脂清淡为主,所以针对有肋痕或者运动量小的狗狗家庭就特别合适。 之前一年多都是兔肉鸭肉换着吃,看看我们有多少空蛋,今年终于出了猪猪口味,全部都是用的猪里肌,所以肉肉都非常的紧致,依旧是低脂,不用担心发胖。 主食丼干吃起来也比较方便,45度的温水泡一到两分钟,覆水后的丼干肉质清晰可见,实打实的肉肉哦。 他们家的鸡脖、羊肝和猪腥也是无限回购的,饭后加入一些鸡脖摸摸牙。 干什么?还要什么?嗯?你还要什么呀?还要吃啊?你没吃饱吗?你先去厕所洗脸,快点,先去洗脸,快去吧。